小春 你锁门准备干啥去啊 张哥 今天我表哥提婚了 我爸妈他们都已经过去了 我这会儿也准备过去 难怪我就是你咋这么开心 看了我来的不是时刻 没有啦 对了 今天下雨天你怎么上来了 我也有个大喜事要和你商量一下 什么大喜事 我前几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该不会准备去表白了吧 对呀 我准备向我那个朋友表白 哦 那我提前恭喜你啊张哥 你别光恭喜啊 你上次答应张哥呢 你要来给张哥助阵 我就不去了吧 这种场合我去的话太好 有啥不太好啊 你不来的话 我都没有勇气表白的小月啊 你来了 那一起见证着高光时刻呀 你来吗 嗯 那好吧 那刚好 今天我表哥不是也订婚吗 嗯 你可以跟我一起过去玩一下 体现感受一下那种氛围 学习一下就得 方便 方便的 那好 那我 公斤不是从命 那走 嗯 那走吧 小月儿 今天风这么大这么冷 你咋穿这么薄啊 我上次不跟你买的有棉袄吗 你给我买的那件衣服太贵了 我怕挂坏了 所以就没穿 哎 你还傻月儿 衣服嘛 不就是穿的 久得不去 新得不来呀 对不对 赶紧去换上 嗯 那好吧 那我问一下张哥 那我的车等你 嗯 这个傻月儿 好像吃醋了 她还不知道 我要表达的对象 就是她 小月儿 等一下 啊 怎么了 就从今天开始 以后不要坐这后面了 那我坐哪里 嗯 你坐副驾驶 哦 好吧 快 小月儿 嗯 以后就不要坐到后面去了 嗯 以后你就坐副驾驶 副驾驶就是你的专属座位 为什么呀 你这个小女孩子家家的 你不是说你上次晕车吗 以后坐前面 前面会好一点 谢谢你啊张哥 好了好了 赶紧系好安全带 咱们出发 现在去你表哥家 好 走 张哥 这就到了 待会儿订婚仪式 马上就开始了 你就要在旁边见见看哦 好的 没问题 走 走 农村的订婚仪式 亲朋满座 欢居一堂 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这种感觉真好 家人们就让我们一起为小月儿的表哥 送上最诚挚祝福吧 我的天啊小月儿 在这么多人 在我们农村 这种大喜事 所有的亲戚朋友们都会聚在一起 分享这份喜悦吗 嗯 我真是感受到了 隆隆的人情味 刚才和你表哥聊得特别多 我俩年龄相反 他都已经脱单了 看来我也得咱把劲 加把优 没事的张哥 你这么优秀 肯定会好事将近的 嗯 见你几言 张哥 嗯 我们进去坐会儿吧 马上吃饭了 嗯 不好吧 我我我 这样进去 这么多人 没事的 我们这边都很好客的 你看 我刚刚表哥和姨妈对你多热情 走吧走吧 对了小月儿 以后你表哥结婚的话 通知我一声 我过来要给他随一个大大的红包 好 走 走 小月儿 这饭菜好丰盛啊 多吃点 别客气了 哥 好 你们也吃 小月儿 今天的饭菜特别可口 也非常的荣幸 能参加你表哥的临婚宴 呃 学习了很多 也感受到了不同的 呃 地方的 民风民俗 谢谢你们 呃 大家都挺忙的 那我今天就先走了 你也别送我了 然后 带我向大家 问个好 到时你表哥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通知我 好吧 嗯 拜拜 拜拜 那你回去的时候慢一点 今天下了雪的路不太好 注意安全 再见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 爱怎么呢